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山东龙昌动卯肉群事业部的姜文玉 今天晚上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荣养肉鸡的基础通风管理 为什么今天晚上选这个课题呢 因为在市场一线的组合过程中 跟很多养殖户朋友们聊起来 可能对一些基础通风的一些名词 或者是一些解释不是特别清楚 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个基础通风 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目前所谓的标准化基设养殖指标 反而不如原始基设 就是很多养殖户朋友们建了一个新的基设 建完基设以后会发现 养殖的指标和数据 跟以前有很大的差距 还不如自己以前那些老棚 或者是以前一些改造的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所见的这个标准化基设 其实它并不标准 怎么说呢 因为标准化基设 它对这个整个要求啊 对基设的要求特别高 你像宽度高度 颜高顶高 还有你小团安装数量 风机的安装数量 还有你根据基设宽度 需要调整的负压 包括你的环控设备 对这整个小窗 风机 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运作 你都是达不到的 所以说 其实达不到一些标准化的要求 所以说你建了基设 它就不标准 你操作起来 如果说你完全按照标准化 基设的那一套去操作 很可能就是养不出机来 第二点呢 就是一个软件跟硬件不匹配 软件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通风管理理念 我们的性管理 硬件指的就是我们基设的构造 就是说 我们有原来的一些老基设 改造的基设 到我们现在新建的 符合 基本上符合标准化的基设 但是我们的管理理念 通风理念 没有更新 没有改进 跟不上你基设的硬件条件 很容易出现问题 主要呢 就是一个通风的管理 主要就是一个通风的管理 那很多人单纯的认为 肉鸡 鸡舌 空气质量差 是呼吸道流感发病的主要原因 其实啊 在实际 两直过程中 这正好是相反的 发病比较多的 往往是 空气质量特别好的基设 比如说我们进入基设以后 感觉鸡舌里边的 鸡味 还特别少 或者是你闻不到一个鸡味 那个空气质量特别好 你的湿度啊 很低 安味很小 这种情况下 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 像这种鸡舌啊 很容易出现问题 特别是一些春天跟秋天的 春天 秋天还有冬季的时候 经常越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的鸡舌 越容易出现问题 它往往是因为鸡舌通风过大 你的通风量比较大 将鸡舌内的所有的空气啊 所有的一些废气啊 灰尘 全都排出鸡舌外面 通风量比较大 再一个就是通风过树 包括你使用的负压过大的时候 这个使用于小窗啊 你的负压与你的鸡舌不匹配 造成一个呃就是说你偏向于横向 横向的一个鸡舌通速 对鸡也是有影响的 再一个就是你的负压不匹配 导致一个啊落风点的问题 一个冷风吹鸡 这三个问题呢 都是这个鸡发病的 其实这三个问题 从思想观点来说啊 就是发病的百病之源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当鸡不需要降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实现一个无风的换气 啊无风的换气 让这个鸡啊 在思想过程中感觉不到有风吹它 啊有没有落风 让它尽量尽量避免有风速啊 有鸡背风速 就是说在我们不需要降位的时候 可以可以根据每一个季节不同 你像冬天基本上要求接近于全程 都一个无风化气 你像春天的时候 在35天之前 基本上春天秋天也是这样 夏天呢可能就比较早 夏天一般都是以降位为主 所以说在外界温度低于基需要的 目标温度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要用这个追求的就是 在通风管理上 在通风上都追求一个无风化气 那我们通风的目的啊很简单 啊就是通过将外界的空气 通过负压通过风机产生的转动 产生的负压将外界的空气啊 引入到鸡舍当中 然后将鸡舍多余的二氧化碳 水费 热量 以及废气灰尘等排出鸡舍 就是让这些废气还有多余的这些东西 排出鸡 要新鲜的空气进来 保证鸡的健康生长发育 这就是我们通风的最主要目的 那通过通风呢 我们需要调节的就是鸡舍的内环境 就是我们在通风的时候是以鸡舍内环境的指标为准 像我们到后期一般就是18到24度 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湿度整个养质周期一般就是控制50到70 其他的一些指标 你像氧气含量 氧气含量19.6% 其实正常外界通风气中的氧气含量也是这个数 19.6高的时候能到21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通风的鸡舍 它是不会缺氧的 一般不会缺氧 氧气溶度 现在龙氧鸡舍一般都是用残虫带清肺 所以说它整个基舍内的氧气溶度一般也不会超边 除非你那个氧带坏了 或者是你还用那种氧盘氧机 好几天不清肺 一般氧气溶度会超边 正常一般氧气溶度是不会超边的 现在就是相对于现在的氧氧气舍来说 那还有二氧化碳浓度 二氧化碳浓度 然后我们一般了解的都是小于3000 小于3000 但是在我们实际 在我们实际操作中 很多人比这个数大 后面我也会有单独一个介绍 这是一些很多老师出来讲 都可能说小于3000 或者是小于2500 第二个就是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一般 龙氧鸡舍现在一般没有使用内燃加热的 就是在你像很多在平氧的 在地面上的在鸡舍里边有个内燃加热毒 这种可以需要考虑一个氧化碳 但是我们罗党现在一般基本上都不考虑这个 那就是一个粉尘 粉尘血液 那这些指标当中啊 氧气我们也可以不考虑 氧气也可以不考虑 氧化碳也不考虑 粉尘的话我们平时 根据我们进入鸡舌以后啊 看看从这头看到那头啊 就可能了解我们整个鸡舌的粉尘含量 也会有一个数值 就是这一个二氧化碳浓度 二氧化碳浓度 其实在这里边这些指标当中 二氧化碳浓度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数 包括现在很多人物朋友们 他们的环控以上 都已经自动带着了二氧化碳浓度碳 检测度碳 那这个浓度啊 我们以多少为总呢 就是说 整个整个基石啊 我们要以二氧化碳 观众而重视二氧化碳的影响 那正常 正常铺具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啊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400ppm 正常就是外界当中的 但是我们进入鸡舌以后 如果说小鸡 进除后一小时啊 它的二氧化碳浓度 就能达到一个接近于700的浓度 如果说10个小时以后啊 基本上就是900 但是越往后 如果说我们再不进行通风的话 你到18个小时 就是说 一天半的时间 它就能达到1000多 如果24个小时 可能就达到3000 4000 会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通风化器 那二氧化碳浓度 到底以多少为准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二氧化碳浓度 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在零到四周 在零到四周 它处于一个28天以前啊 它这个小鸡 包括它的雨膜 没有生长 没有生长全 所以说我们也在零到四周啊 使用的是不同的二氧化碳浓度 四到六周以后啊 几分它它雨膜已经长全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同一个水平了 一般一般来说 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3000到4000 对这个鸡都是没有影响的 啊 它影响都特别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龙氧肉鸡啊 它是非鸡T式的啊 它是非层次的 所以说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不用说非得降到三千万两千五啊 你三千四千 这是有可能冷的时候到五千都可以 三千四千五影响 五千影响较小啊 但是五千以上 你从六千到八千 它这个就开始影响这个体重了 比如说那个四周量体重 可能就会差百分之八 七周量体重到出来的时候 就可能差百分之十六 一到十四日零啊 经过实验数据啊 我们会发现一到十四日零 你用三千的啊 两千的三千的四千的五千的 它对这个最终的体重啊 和六二周比啊 它影响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但是随着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 它的死亡啊 它的负水 不过它有大伤感菌啊 或者是有什么很容易得这个 有负水 负水的几率它是会增加的 也就是说一般浓度啊 从冬天的时候 一般不要超过五千以上啊 如果说我们 再 保守一点的话 基本上就五千 你也可能控制四千 都可以 但是不要超过五千以上 你像那个 这个季节啊 基本上就在 可以 完全可以在通风量足够的情况下 夜间啊 就控制在 两千到三千 很容易达到 因为现在外界温度已经很高了 但是冬天的时候 外界空气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的通风量 就比较小 你可以控制在五千以内 从三千提高到五千 它的负水 死亡率和负水 就是略微有增加的 但是从六千提高到九千 它的增加率就会很高 所以说这个二氧化碳工作 特别关键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现在 在通风量控制上 都是以这个 除了温度和湿度以外 都是以这个为参考指数 你像 前两天 在林宜 林宜一些地区 它那个养殖库 可能 晚上的时候二氧化碳浓度两千 白天的时候就一千多点 它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通风过量 你二十来片的鸡 如果说你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这么低的话 整个鸡室的湿度也是特别低的 你就完全属于一个通风过量的一个状态 这种鸡换着鸡很容易造成一个肺胀的损伤 慢慢发展 就会造成一个肺炎 最后可能会出现有气管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说一下一个通风 通风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一般通风方式 一个是自然通风 再一个就是最小通风 过度通风和中向通风 自然通风就是我们小鸡进入鸡舌以后 打开窗户 也不开风机 打开窗户和通风玩 让自然的空气对流 达到一个自然换气的一个问题 一般就是第一天或第二天的小鸡都可以这么用 但是到第三天第四天鸡舌内的湿度上来以后 我们就可能要用到一个最小的通风 用最小通风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了解很多东西 了解一个鸡舌浴厨区 可能需要的一个负压值 小圈开多大开多少个 包括我们风机开多大 我们都需要一个了解 包括我们的小鸡的最小通风量 在温度上升的过程中 我们的温控温度 通过调温控来控制鸡舌整个通风量 第二个就是一个过渡通风 过渡通风一般是在当前一个季节 一般到中气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过渡通风 可能说我在风机 由开到两个或三个 我的小圈已经全部打开以后 每个小圈都开 但是开的大小 根据风机的匹配 可能有5公分10公分的 这个时候开到两个以上的风机 就可能就是属于一个过渡通风 过渡通风 最小通风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一个无风化器 有很小的机背风速 可能就0.1米 0.1到0.2米 最多不超过0.2 可能它的机背风速很少 过渡通风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个机背风速 它基本上有可能达到一个0.3的机背风速 但是一个纵向通风 纵向通风 对于龙羊肉机来说 一般用的很小 可能就是纵向通风 使用水帘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像这个季节 一般用的是一个混合通风 就是在我们养殖后期 外界温度很高 到这个机背 到35天到40天之间 外界温度很高 我见不下外来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混合通风 就是我们小船也开着 水帘口也打开 我们的风机开到五个六个 两个水帘跟小船通之使用 这是一个混合通风 中向通风的话 龙羊肉机如果说单纯靠风速来 给它降低体感温度的话 可能效果还稍微差点 不如一个平氧的 但是纵向通风配合水帘的时候 开启水帘小船全部关闭 那是一个存的纵向通风 我们通过一个图 简单一下 最小通风风机 可能就是说 根据我们的机船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机船的小船 匹配数量比较多的话 可能就是说 200到300个机一个小船的话 可能说我们的每个小船 在机船的每个小船的数量 都是很充足的 在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 可能不需要全部打开 可能就是间隔的开 每个开三公分 然后我们匹配我们的风机 可能都会匹配不到一整个大风机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档带 然后调一个变频 来开启风机的大小 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负压 随着温度的上升 随着机制的等大温度上升 它还是开一个风机 但是小船基本上全部打开 但是温度再上升的话 基本上风机就是一个温控 一个承转 在这种情况下 它开一个风机 对于整个机船的机来说 它的机背风数是很小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一般就可以说成是一个最小通风 它是落风点 包括我们需要调整落风点 它的机背风数很小 到过温度通风 就是说我们开一个风机 小船全部开以后 我们开一个风机藏充 降不下外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起步风机 开两个小的 或者是直接开一个半 这都可以 都自己慢慢调了 但是等我们开到两个 两个 从两个慢慢往上增加 到三个 到三个以后 这个时候 它小船基本上开的很大了 它已经形成一个机背风数了 这时候就属于一个过渡通风的一个状态 过渡通风的情况下 多少要考虑风机产生的风数 包括横向风数 或者是纵向风数 对这个机群的一个体感温度的影响 那温度再升高 温度再升高 这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混合通风 就是混合通风 就是水帘口稍微打开 水帘口打开 开四个风机 小船全部打开 不能匹配到三个大风机 开四个风机 水帘口开一部分 这个时候是一个混合通风 如果说还降不下温度的话 我们还需要再加风机 再加一台风机 五台风机 这个水帘口 基本上就可以 小船全部关闭 水帘口开的已经很大了 根据机船的不一样 有可能说 我这个机船是比较小的 我开五台 然后就能够做中上通风 有的可能必须得开到六台七台 这都是根据机船的结构不一样 但是 基本上中向通风的原理 是一样的 中向通风时 一定要匹配足够 足够数量的风机 你才能把这个小船全部关闭 才能打开这个水帘口 因为 从前头 匹配风机的数量 要将前头的温度 抽到后头 如果说你风机 匹配数量不够的话 可能前头的温度能加上来 后头的温度 依然很高 对于后头的机来说 很容易出现中暑热死机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匹配风机的数量一定要够 包括这个水帘逐渐 逐步加大风机 数量逐步上升 一般我们一般的机舌 基本上最少需要开五台大风机 五台到六台大风机 才能够完全开启一个中向通风 但是我们龙氧的 龙氧的一般都是 以混合透风为主 简单说一下 通风的中向性 不管是小舌还是大机 如果机舌内环境较差 它就会影响机的生长和健康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控制好机舌内的环境 因为我们通风的目的 就是控制机舌内的环境 我们要控制好机舌内的环境 除了做好通风的同时 还要通过我们的通风 来参考机舌内的温度和湿度 控制好机舌内的温度和湿度 这两个 在通风 温度和湿度主要影响的是提感温度 所以说 除了做好通风的通风量 保证情况下 还要观察整个机舌的温度和湿度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按照机的需要 来做机段性通风 阶段性通风 也就是我们早期用的风机的实控 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阶段性通风 阶段性通风 阶段性通风 除了能够控制好 保证通风量 保证最小通风量 能够保证最小通风量的情况下 然后对机舌的温度和湿度和湿度的控制是比较好的 一般是用失控 要警戒 养机过程中千万不能养机受凉 再一个就是如果从这个季节开始 可能从现在开始上街到5月中旗 或者是5月下旗 或者6月初的时候 可能外界温度很高 在小肌没有到达30天之前 就会出现一个高温 高温 可能说我们小孩全开开以后 我风机开的一阵寿了以后 还是基本上未来 鸡还是热 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要用混合通风 尽量在鸡羽毛未长满期间 然后进行纵向通风 进行纵向通风 就会导致机受凉 所以说在鸡羽毛没长满之前 尽量不能用这个纵向通风 用混合通风就可以 用混合通风 如果说到6月份 机到6月初的时候 拖上一个高温 小肌的时候可能十几天 我们也可能用到混合通风 这时候呢 实在经常我们来说 我们就开一外水帘 调整它的负压 可以往水帘上泼水 对这个前头的温度 就像一个稍微一个降温 将前头降上来的温度 再扯到后头 就是一个混合通风 这个简单说一下 这个村医的疾病 一般就是这6个疾病 其实我觉得 氧机最重要的是 就是这个感冒 感冒 感冒最重要 因为有感冒以后 就会有呼吸道 呼吸道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有病毒病 病毒病时间长了以后 有大肠感病 大肠感病 肠炎不用说了 肌肌腺炎是单独 可以单独裂出来的 主要就是感冒 引起呼吸道 引起大肠感病和病毒病 正常的这些病毒病 在空气 在一个机体内 可能都减少出阳性 但是只有感冒 体肯率下降的情况下 包括引发呼吸道 呼吸道在 治元体 在破坏一些黏膜 因为很多肉体上 很多疫苗产生的抗体 大部分都是一些黏膜免疫 包括点眼睛鼻 或者是饮水的 油苗产生的是体验免疫 如果有呼吸道 包括有大肠感 引起大肠感 这些东西很容易 可以破坏一些呼吸道黏膜 可以尝到黏膜 造成黏膜抗体水平下降 然后体验抗体 可能在30天以后才会生成 但是在前期 已经受到感冒 已经受到破坏了 所以说 二十五六天很容易发病 甚至十来天就发病 它的黏膜抗体水平也很低 最终原因就是 造成一些混感 混感 叫做鸡大肠上瘨 最主要的最后科手 还是感冒 还是感冒 那当下的季节感冒 都发了原因 我们 我总结了一下季节 第一个就是 白天温度过高水 通通过量 然后白天温控温度 白天通通过量以后 白天的温控温度 痛质过小 这两个是 有所关系的 就是说 你白天调的这个温控温度 调的太低了 很容易风机很容易长转 就是傍晚的时候 在湿度没有升上来的之前 你的 鸡舍内的舍位已经 给它慢慢降 下降已经很快了 可能 打个比方 你湿在这的时候 你鸡舍内可能31度白天 你到傍晚的时候 你的目标要做29 你很快就降下来 但是舍内的湿度还没上来 既然容易受凉 这个就是夜间 夜间的时候 你这个负压根本调的就不合理 不合理 夜间温度比较凉 那个风仍然能够催击 那个就是飞龙期间 飞龙期间 造成的应积比较大 你像你飞 特别是飞三绳 你从第二绳 第一绳 或第二绳 拿到第三绳 或者是你从某一绳 拿到第三绳 在这个阶段 对鸡的应积都是比较大的 包括龙内的密度 龙内的密度 对提感温度的影响 包括龙的层次 对提感温度的影响 然后再一个 很多年在飞龙 飞龙之后 就会去调风机 调窗口 特别是你用通风管 换成小窗 这些等等等等 这些操作 都会 包括换料 这些东西都会加大一击 加大一击 造成这个 鸡不适应 很容易 也会很容易感冒 大概就是高温威时 高温威时 开启风机较多 较成一个风出的影响 二十八九天 二十五六天 二十八九天 碰上一个高温 外界温度 二十七度 可能机省率会达到 接近三十度 这时候 如果说你 在加风机以后 你这个负压超的过大 会 形成一个横向风速 从小方向进来以后 有一个横向风速 横向的机会风速 对机也是有影响的 那个就是 由于每天 风风过量 或者是风机的变化 对这个 负压 把控 调控不及时 造成的及时 前后 前中后 温差 变化比较大 包括 包括你风机 敞转的时候 后头热 风机 不敞转了 后头又凉了 这都是 什么意思呢 有的话前头 你风机敞转前头凉 风机不敞转 前头又热 就是敞转跟时空时 造成一个弯差的变化 很容易感冒 不是前头又厚腾 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设置一个 较高的温度曲线 我们可以把它的温度曲线 设置高一点 尽量避免 我们 怎么说 因为湿度比较低嘛 湿度比较低 温度曲线稍微高一点 让它 有点 就是五这样的意思 稍微一点 单纯的温度高 但不要 湿度也高 没得 就是我们要五这样 不要灰这样 第二个就是 要设置好通风级别 特别是一个操微室 一定要设置一个安全的通风级别 安全的通风级别 它有一个通风范围 就是我刚才说的 通过调控温控 开口湿度 开口湿度 包括我们调那个湿度 把这个安全的范围给调出来 就是调整合理的温控温度 控制好通风量 这个就是多观察机群表现 平衡这个温度与湿度 造成一个体感温度的影响 特别是在下午的时候 这个特别明显 那第三呢就是多做烟雾实验 调整好一个机舍的负压 避免冷风落到机身上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 可能也是前面说的 要平衡好机舍的前桌后温差 如果说 因为我的通风方式的改变 前桌后温差有了变化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一 调负压 二可以调小窗 我们调一下温差 给调整好 可能我们尽量是调 不要去调整小窗 开口的 尽量不要去调整小窗 开口的大小 我们尽量去调整 某一区域的 小窗的数量 如果说 我的小窗 当时设计时 安装的数量不够 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调整 小窗开口的大小 第五个就是 尽量减少 分龙齿机群的应激 多观察机群 出现情况 及时投药 查找粘因 这一个感冒 说一下感冒的一些症状 包括这个最粗的 颜角拉层 多少有点变形 这是一个最初阶段 在 受量感冒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是需要 最好的 最简单 投点感冒药 就能治过来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公司的幸福预备 多少配点卡巴皮铃钙 可能两天 就很明显 这个肌的眼睛已经恢复了 但是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去 先去查找 我们通风管理上的失误 包括前兆后 温差点高低 还有有没有冷风吹击 把这个原液找出来以后 简单的拖点热物就可以了 第二阶段 插找原液不及时 造成了时间过程 变形明显 出现红肿 然后眼睛内有泡沫 这说明 由于感冒 它已经 这个支援体 已经开始侵害到肌体了 开始表现出症状 这个时候 在治疗的情况下 就需要加上支援体药物 加上支援体药物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 我还没有去调整 我光加药 我没调整 这个通风啊 没调整 时间过长了 总眼 总头总眼 总头总眼 心脏炎 只喜欢堵 到后期就是比较难治 你需要加药物太多了 什么解比较药 这个药那个药 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说我们最好就是 在第一阶段 找出感冒的原因 及时的投上药物 投上退伤就可以了 如果说把感冒问题解决了 在春天来说 这个养肌 就比较好咬了 但是感冒的原因 大部分是我们通风管理上的失误 但是通风管理的失误 就是需要我们 对整个通风 有所了解 对我们自己的基石有所了解 这是需要一个比较细心的工作 进行发生呼吸道 感冒时 先解决通风管理的问题 再配合药物 你不解决通风管理的问题 你光靠药物是治不了的 不调整的失误 不调整的失误通风管理 用来喝掉都不管用 但就是刚才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 上面说的一个 幸福一百 幸福一百它的成份 主要就是绿原酸 因为绿原酸这个东西 我们那个双黄莲啊 金银 双黄莲 金银花 是吧 单独的金银花里边 很多作用里边大部分都是 都是以这个为一个检测标准 检测标准 你看正常的双黄莲国边是 0.6克 0.6克每升 实际上很多人能做到0.6克 就是基本上能 一般的药草可能做到 10倍 6克每升 但是我们这个 就是100克 20克 这个含量比它们还要高 高30倍 含量很高 比正常国边高30倍 比它们做的加了10倍以后 我们还高三倍多 光看绿原酸就高这么多 然后还有黄酮 肚中多糖 有人会问 这三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 亚健康与自由基的问题 什么是自由基呢 什么是自由基 是什么 自由基就是一个搭拌汗 然后正常在我们动物体内 这个垫子和基本上都是成对的 如果说你配不了对 或者是你受到损伤 或者是你受到应激 电子那边 电子配不上对 它就会形成一个自由基 所以 形成自由基以后 它就会去抢夺 抢夺别的电子 带进行一个配对 像这种比较强的 一般就是 操脚英语子 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我们 平时 我们皮肤 外边皮肤 包括它的衰老 怕它受到一个风吹日晒 包括照太阳晒 它造成一个辐射 它都会造成一些 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所以说我们经常很多人用那个大宝 就是SOD 它就是一个超氧化物 起化酶 它就能够抵抗这种自由基 然后我们这个绿原酸跟黄酮 我们常用的这些东西 清除自由基的东西 一般就是 常用了解除硬基 就是维生素E和维生素C 但是 绿原酸跟黄酮 这两个东西 它的抗自由基的效果是 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 两倍到三倍 这个都是经过有人做过实验的 大家可以上 网上查一查资料 绿原酸跟黄酮 在杜中叶当中 它这两个成分的 抗自由基能力是 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 两到三倍 所以说 它的实用效果 比这个 会更明显 通过这个呢 我们会 呃 发现什么 这个幸福100 有什么作用 抗氧机的作用 我们抗氧机 比较强的时候 就是二次飞龙 可能15到17天 也有可能 在往后推到20来天 二次飞龙 对鸡群的应激是最大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可以加上一点幸福100 让这个应激给它建造一个罪名 再一个就是 30天之前 很多人都喜欢用点双方联 你完全可以用幸福100 来替代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绿原酸含量 是很高的 比正常的双方联成分 还要都高 绿原酸它有什么 一个阻断病毒蛋白的复制 它多数有点抗病毒的作用 清除自由基抗病毒 肚中黄酮 它能够增加抗体的产量 增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有粘膜免疫 还有体液免疫 还有细胞免疫 细胞免疫 细胞免疫是最强大的免疫功能 这个肚中黄酮 就能够增加这个体液免疫 跟细胞免疫 那个就是肚中多糖 肚中多糖 它能够解除免疫医治 促进抗体的产生 所以说幸福100 它能够抗病毒 调节免疫 增强抗体 然后在我们实际应激的过程中 它完全可以 就是我们鸡群有感冒的情况下 感冒的前期 用上这个 配点考虚瓶瓶盖 很好 再一个就是 解除一个应激的状态 就是二次分浓的时候 应激最大 对于整个免疫症周期来说 二次分浓对肌型的应激最大 可以加上添加这个幸福100 来完全解除应激 再一个就是 30天之前 我这个肌觉得我需要 对它的体质这些一个调节 或者是多少预防一点 我们产生的一个病毒病 可以用点这个幸福100 来清除它体内的一个自由基 增强它的免疫 促进这个抗体的一个产生 那行了 今天晚上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